2024年9月15日,光之银河联邦,成为完全的光,传导Brosom Good Child,译者,扬声传导。 你们好啊,日子过得真快。上周有一些不正常的评论,有人说你们对待我们就像我们在灵性幼儿园一样。 另外,他们对你们说同样的话感到很无聊。我并不是否认这些令人振奋的可爱评论,只是想知道你们对上述内容有何感想。 最亲爱的Brosom以及所有人,包括那些对这些谈话感到厌倦的人,我们选择说的话是我们认为会鼓励和振奋你们的话。 确实,这是重复的,人们只需回顾这些年的对话。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你们理解,以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了解你们真正之所事。 我们无意对你们贬低或将你们视为真实灵魂自我的新手。 我们只是在这里鼓励你们保持正轨,因为一个人很容易就会走上一条无用的道路,目前没有什么新的可说的。 因此,如果你们发现这些对话很乏味,就像我们一直说的那样,我们要求你们继续与更适合你们需求的其他人进行对话。 那些在这里找到提升的人,那么我们非常喜欢继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越多的谈论相同,你们就越能在更高的理解水平上接受它。 你们很多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们无意冒犯。 我也不会。 然而,很多人,像我一样,在这些对话中找到了继续前进的力量。 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切的详细结果。 当我们感觉与你们所说的一致时,我们感觉我们已经步入正轨。 这就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原因,Blossom。 这就是你们继续的原因,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提供的这项服务对许多人来说有巨大的影响。 是的。 有时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继续前进,说同样的话,然后我可能会收到最令人心酸的电子邮件,说你们的话让他们留在了这个星球上。 正如白云存有所说,如果你们能把一个头转向光,那么你们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继续前进。 不要让自我的声音将你们带入误解自我的情况,你们真聪明,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内在拥有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正是成是用一切无用的东西无情地轰炸了你们的思想,以便那些想要操纵你们并将你们拉到一文不值的程度的人。 这样,头脑仍然处于低估真爱力量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找到你们的力量,认识它。 那些认为我们居高临下的人误解了我们的讯息,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如此多的人已经觉醒,而且确实已经觉醒很多年了。 仍然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强大,它已从你们的自我认知中删除。 在这个时候,人们意识到有必要调准这种力量并让它从内部散发出来。 我们很容易说继续闪耀你们的光芒,然而,这些只是文字,你们可能认为你们做到了,并且你们确实做到了,尽了你们所知道的自己的能力。 然而,我们希望你们理解并接受,你们的这道光比你们想象的更强大,更有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提醒你们,相信每一次提醒,另一层屏蔽就会脱离,展现出你们另一层强大的光。 我明白你们在说什么,我确信我们都会这样做。 然而,我们只能从我们了解自己所在的地方尽力而为。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创造奇迹,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么多,但唯一的说法是,还没有。 因为如果我们达到那个水平和理解,我们现在就会这样做。 显然,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知道,我没有很好地表达这一点,而且,我之前已经说过这些了。 这就是这些对话的方式。 像我们一样,blossom,你们正在尽力而为。 我们会说,你们目前住在一种将光聚之门外的振动中,正是透过一种持续不断的存在状态, 一种永不动摇的持续认知,才让你们所视的光,去做他必须做的事情。 当我们说不要低估你们的力量时,我们的意思有很多种。 不要认为当你们有意识地向世界,一个人或一个环境发出你们的爱时,它几乎没有效果。 你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也许你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发生惊人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的意思,意识到你们自己的力量,以及这种内在力量在专注时可以带来的改变。 人们必须抛弃对你们的活生生的低估,例如考虑一下人体的奇迹及其自身内部的世界。 这种设计的精湛程度是难以形容的,然后,考虑到你们的灵魂,你们的本质,你们所视的壮丽之光,能够进入这个神奇的身体世界,并将其带入存在,以便它可以为你们服务。 在一个数百万种及更多方式,你们互相服务,然而,请让我们知道,你们越是与这种选择的住房合而为一,它就越能认识到你们可以使用它来服务整体的方式。 当你们彼此协调时,身体和灵魂,这种融合,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团队合作。 当你们爱身体极其伟大的运作时,身体也会反过来爱你们,它认识到光的伟大作用可以透过两者融合在一起来显现,更强大的力量从灵魂的更高视角进入。 让我再读一遍,好的,和你们一样。 我们将其笔作插入插作的插头,一切都已就位,只需要打开开关,然后低头看,光,一直就在那里,可以看到。 那么,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光,你们的完整之光,你们的完整和完全的光,总是存在于你们之内。 不可能不是,因为你们就是那光,然而,当你们有意识地将你们的灵魂自我和你们身体的神奇世界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时,身体能够透过自身产生你们的光,并允许你们的光能量从你们身上辐射出来。 我知道这是有道理的,但很难用语言表达。 那么,基本上,你们是说,透过意识到这种整合,这会比我们不了解这种整合产生更大的影响吗? 是的,无论如何,你们的光芒都会闪耀,因为你们的光是来自你们的灵性之心,然而,让身体和灵魂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工作,可以带来更高的力量。 你们想说,从你们的指尖开始? 我们做到了。 那么,我们是否只是聊聊内部运作,告诉他们计划呢? 你们,以为我们会这么说,blossom,然而,你们是对的,然而,聊天并不是透过言语来进行的。 它来自于感受对这个真理的了解。 当这种感觉感受到我们试图解释的话语的真实性,并且只是让双方都接受到位,一个人的感觉就会发生明显的差异,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就是光,我就是爱,我就是真理,我是,我们建议当你们念以上咒语时,融入对认知真理的感受。 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完全,完整地相信你们来自其他地方,你们不是来自这个星球,你们正在探访,你们来这里是有使命的。 当你们不在人类形态时,你们就是纯粹的光,在那光中蕴藏着无限力量的礼物。 当它被用来造福所有人时,就会产生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奇迹。 当你们完全掌握这一点并让它对你们有利时,你们会发现自己,你们的存在,你们的真理,你们的你们,感受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认知。 这种理解将把你们的生活提升到一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频率,你们将能够感觉到自己振动,就好像人们几乎可以看到从内不散发出的能量肠一样。 这是一个与你们的内在运作交谈的问题,它创造了每个细胞的完整存在,让你们成为存在。 你们认识到你们所做出的融入同一个光的协议,以便深刻地改变你们每一刻的行为方式。 请问一下,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呢? 你们可以提问,blossom,我们会回答,正如我们所说,正如你们自己所意识到的,你们对自己的理解的变化已经达到了在你们的旅程中更早的时候还没有被完全理解的高度。 当一个人将智慧融入知识和真理时,灵魂认识到他进入的每个阶段,当他进步到他已经知道自己是什么的更高版本时,必须耐心地接受每个阶段才能知道本身完全。 当我们说成长时,请理解,我们用这个术语来解释你们完全了解自己的真实身份。 一颗种子一旦种下,就知道它会从本质中生根发芽,这些根反过来又让金生长,从那里,一个花垒形成,从那里,当准备好时,它占放成花朵,它知道它永远会成为花朵,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 一个过程,为了让你们的根深深闸根,从那里开始,尽管总是知道你们要成为谁,因为你们已经是,这只是让成长为自我发生的问题。 很好的比喻,我的头脑完全可以理解你们的意思,将灵魂和身体合并成一光。 对我来说,身体在与灵魂之光一起工作时,就像一个助推器。 确实,blossom,因此,我们鼓励,正如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以应有的尊重对待你们的身体,对它的所有成就表示感谢,照顾好它,好好滋养它。 在这里我们要说,你们能为它提供的最好的食物,就是你们的爱。 有多少次,当一个人感到疼痛或出现故障时,人们会呻吟和责备。 请记住人类创造的壮丽,我们不需要告诉你们这一点,这不言而喻。 所以,尽你们所能的提供最好的服务,你们越多以各种方式照顾它,你们就越能感受到光能量流经你们。 你们生来就不是为了变老而生的,也不是为了让你们的所有碎片分方离析而生的。 这就是城市设计,肉体不会恶化,因为它就是这样设计的,你们内心深处知道这一点。 所以,带着爱,我们今天完成了这个传输,请注意我们所说的话,这就是你们需要做的。 意识到并允许理解这一点,将你们的能量转化为你们存在的下一个层次。 非常好,这是多么可爱啊,非常感谢,我会照你们的建议去做,我相信我们都会的。 非常爱你们,在感恩中,在爱的服务中,我是,的确,你们是。